大家好,我是西行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成为有趣人的55条说话公式 作者吉田赵逊 这本书我会用三个问题来整理书中常用的公式 1什么才是有趣人 作者是位电视导播 他在35岁以前很努力 想把话说得很有趣 可是大家都不觉得好笑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 他发现了一件事 我真的有在听对方说话吗 我是不是希望 别人觉得我说话有趣呢 所以他改变了思考方向 结果也跟着完全改变 原来 有趣的关键 不是因为自己说了什么 而是由听众决定 所以不要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 而是先想象对方的心情 处境 才开始说话 能替别人着想 这就是作者对有趣人的定义 2 有趣的 对话要从哪里开始呢 想要聊得愉快 首先就要有气氛 气氛对了才能逗人笑 营造气氛 最好的方式 就是闲聊 3 闲聊 需要哪些技巧呢 很多人 无法闲聊 就是因为话题没办法延续 所以想要改变这种情形 要从 两个方面下手 1 问对方问题 2 回答对方问题 1 问对方问题 问问题是闲聊最重要的关键 问对问题 你才可能了解对方 关心对方 并且延续话题 不过有些问题 会造成对话马上结束 所以 千万不要 问对方 可以用yes 或no回答的问题 而是要问 为什么 怎么会 这样 对方才能说得更多 例如 不要问 你会不会打高尔夫球 而是问 你为什么会打 你是怎么学会的 另一种问法 是先将对方所说的话 在脑中 图像化 例如对方说 我学生时期 当过棒球社的经理 这时候 要先在脑中 浮现棒球社的图像 同时 搜寻脑中的记忆 然后才问 听说 棒球社经理跟球员 很容易谈恋爱 是吗 你想要问出好问题之前 就要先专注听对方说话 专心 多听 对方的说话 8分听 2分说 这比聊得愉快更重要 2回答对方问题 为了持续话题 不要回答 我也是 例如对方说 前阵子我打出高尔夫球最好的成绩 你不要回答 我也是 因为对方会说这句话 是觉得这个经验很特别 有趣 如果你回答 我也是 那就不特别了 话题 也会马上结束 另外 也不要 听到话后马上回答 而是先思考一下 例如 不要回答 我不会答 而是 先想一下 如何才能延续话题 回答具体的内容 才可以让对话更恶弱 例如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 不过我现在正在学瑜伽 这种回答可以让话题再延续下去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可以用最基本的技巧 反问 例如 回答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 那你是怎么 会的呢 闲聊 闲聊除了问与答之外 说话技巧也很重要 一 用联想 加转换 换个有趣活泼的说法 例如 A说 这是不好的预感吗 B回答 不会啊 说不定我正和无形的东西连结 你看 无线网络 也是无形的啊 善用比喻 比喻有两种 虎甲虎威 和发现共同点 虎甲虎威就是借由厉害的人来襯托自己 例如 林木一郎每年都会改变打击知识 我想这么厉害的人都想要改变自己了 为什么我却原地不动呢 发现共同点 用已知的东西来说明未知的 例如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什么一样 三 自夸加自嘲 让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自己美好的一面 但不要以漂亮的画作为结尾 这样比较容易得到关心 所以要加入自嘲 因为自己失败的经验是让对话变有趣的重要元素 例如 我考上了 不过是被取的 重点整理 有趣人不是因为很会说话 而是 因为很会听别人说话 然后用 问问题 回答问题 去关心别人 去延续话题 替别人着想 再搭配 具体化 图像化 故事化的说话技巧 最后还加上一个重点 笑容 因为有趣人是非常开心的 以上 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西芹人 下次见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